哈囉大家好,我是Dunlow 歡迎來到每週Steam特賣單元 這一週挺有意思的 有許多動作類遊戲紛紛打到歷史新低 對於喜歡追求4機、爽快類型的玩家 應該會有款能夠打中你的心 那我們就開始這一週的遊戲介紹吧 《巫師之昆特牌》完全的殞弱 原價有199元折扣70% 歷史平低179元 評價有13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由《巫師3》系列中裡面的小遊戲 《昆特牌》太好玩的關係 讓許多玩家紛紛情願 於是順應而生以《昆特牌》 為主要玩法的PVE遊戲就這樣誕生了 《巫師》設定在三部曲之前 身處北方領域的維亞王國中 強述著戰功彪悍的梅伏女王身上 他將面對敵國的侵略再次征戰殺場 而這過程玩家將會面臨多次抉擇 比如面對戰斧殺還是不殺 經過村莊要不要把他們都抓來衝軍 究竟是要遵循本心保持善良 還是為了強大不擇手段 你都可以在這30多小時 史詩集奇幻故事中慢慢思考 那遊戲玩法分為跑圖蒐集資源 再把這些資源用來升級設施 解鎖新系統配置卡牌組出流派 最後再利用昆特牌來進行戰鬥 而除了傳統的打敗對方 裡面有設計殘局解謎的玩法 只要挑戰成功就能收獲豐富的獎勵 獲得強力卡牌 《Monster Boy and the Crush Kingdom》 原價是188元折扣75% 歷史新低122元 評價了2000篇左右的極度好評 是款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主角生活在一座海島上面 有天一同居住的叔叔突然發了風 把整個村莊的人都變成了動物 我們主角也不例外 但同時卻也解鎖了變身能力 而我們可以變身成 豬、蛇、獅子、青蛙、龍這五種動物 每種也分別代表人力的不同 像是豬人透過靈敏的鼻子 發現密道或隱藏起來的道具 也能跳起來落下攻擊陣地板 來陣運周圍敵人 但缺點就是因為體型太重的關係 一旦掉到水中就會一路沉下去 這次需要換成別種動物來操作 那除此之外也能找到一種名叫松露的道具 來學到額外的新技能 讓我們在過圖甚至在挑戰BOSS時 能夠更加得心應手 如果喜歡這種可愛風格的動作遊戲 那這款就可以嘗試看看喔 《末日之戰》 從智商不去 每部都歷史新低 分別是175、240、240元的價格 但你如果買組合包的話 卻只要360元 除了一代評價達多好評之外 二、三代評價都有極度好評上的成績 原版於2007年時發售 但過於超前的畫面極致的表現 在那時被譽為是顯卡殺手 但就算如此 作品高技術的呈現方式 其震撼深深影響一代人 在當時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故事是在講說 有群考古學家在菲律賓的03島進行研究 並發現了足以改變世界的重大的資源 但隨即卻被朝鮮人民軍給綁架 於是美國派兵前往救援 但來到這邊卻遭遇許多危機 有個不明生物正在屠殺小隊成員 於是就這樣 在國家角力之間的對抗中 還得面對這個未知存在 好險主角身穿最高科技奈米戰衣 能夠吸收傷害隱身於叢林 並且移動速度加快 近戰傷害也能獲得提升 而隨著關卡進展 也能夠駕駛大型載具來對抗 Forgive Me Father 原價328元折扣10% 歷史新低164元 評價1700篇左右的極度好評 刻出了題材的敵人稱射擊遊戲 玩家將扮演牧師進入一座神秘小鎮 但這裡的村民全都被邪神附身 變得一個比一個還要瘋狂 那遊戲風格是強烈的美漫畫風 雖然是3D場景 但裡邊所有敵人物件甚至是特效 都是以2D來呈現 你永遠只能看到敵人的正面 就算是死掉的屍體 也會跟著你的視角來轉 讓玩家時時刻刻保持一種違和感 有種不管走到哪都會有雙眼睛盯著你 那在與敵人交戰的時候 離子值會逐漸降低 而越靠近100% 畫面就會變成了黑白色的樣貌 這時攻擊、防禦就會提高 也能使用十字架、聖金之類的裝備 讓我們恢復血量或者是暫時無敵 那裡邊也有天賦系統的設計在 每一種武器都有許多進化的路線 一個進化就能讓手中的槍獲得翻天覆地的變化 四款適合想要瘋狂一下的你 Corekeeper 原價278元 折扣33% 歷史新低186元 評價21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目前還是1A版本 四款可以八人同友的公益生存冒險殺河遊戲 你是個深受神秘基所吸引的探險家 而有次在森林深處發現了上古裝置 但一接觸就被吸入到一個神秘地方 在此處上一個祭壇 也分別代表達到這三種BOSS 於是就開始了生存冒險 那遊戲初始有分成多種職業 像是探險家 有牧民、圓丁等等 每個職業一開始都能獲得不同道具與能力 而我法就是到處挖挖捡捡 再利用基礎工作台 合成出火把、出頭、十字鎬、藥水等日常用品 而隨著稀有素材越多 就能利用這些資源升級科技 發展你的家園、種植、農作物 甚至還能蓋自動化的設施 利用運輸帶來遠程運送物資 蓋個發電廠來開啟電器時代 最後合成出神兵利器 是上你所料理哈的BUFF食材 挑戰在這個世界的所有BOSS們 Northway Loose 安康也得選 原價378元 折扣16%歷史新地128元 評價1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是款音樂節奏動作遊戲 在這個世界音樂能夠產生能量 人們把這能量當成電力來使用 而電子音樂也EDM所產生出來的最為突出 那在這座城市是有六位手裡來掌握 而男女主角身為搖滾樂愛好者 又是參加入門考試 卻被這六位首領給刷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搖滾樂實在是太有資了 直到這天城市突然停電 而僅有的電力卻提供給EDM基因們 這讓主角們下定決心 要打倒這六位首領 復興搖滾樂的偉大 那當我們打倒該地區的BOSS就能掌控部分城市收集資源 進而幫助城市恢復電力 也能夠升級改造武器 而做這些事情能夠信到粉絲 粉絲越多就能夠加點天賦屬性 讓我們在挑戰BOSS時多出於分力 龍雪原價288元 持coast5%歷史新低216元 評價900天左右的極度好評 這款自御像存來的文字冒險補魔作品 男主在聖誕節這天失戀了 於是打算就這樣坐在公園裡邊 讓雪給結束生命 但就在這時 三位女主之一的風箱 用閃子擋住了飄下來的落雪 又要請對方來到自家所開的龍雪酒吧 遊戲就這樣開始了 在裡面吻回到三位女主 分別是酒吧的老闆風箱 四位有著成熟氣場溫柔可靠的大姐姐 以及有著不凡妻子的少女葵 年紀跟主角差不多大 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有著明確的愛好 最後一位就是比較孩子氣的無音 講話直白的惡魔系少女 開朗就是她的特色 全程聊天過程有Pane 還有Live2D動來動去的表達情緒 就這樣隨著自己的心意來去攻略其中之一 那一條故事線約莫兩個小時左右 卡羅斯的法則 原價是188元折扣90% 歷史平低48元 評價24000篇左右的壓倒性好評 由重裝武力系列團隊 所開發生了科幻第一人稱解謎遊戲 在這個世界觀中 玩家將辦一名無名機器人 但這時天空有名之稱 艾露西姆的森林指導機器人 要玩家解開一系列的謎題 但在這裡待得越久 所經歷的種種事件 又會覺得好像有種違和感 似乎有個秘密伸長其中 於是我們將展開調查 盡了獲得了解的智慧 那艾露西姆這名詞好像是指 基督教以猶太教的上帝稱呼 為幾百科查德 因此這遊戲的格調也拉得非常大 在最後的最後 我們將決定某件事情的週末 好啦 這一期特價就到這邊附上懶人包資訊 說到搖滾樂 我心目中最強的兩作音樂漫畫 其中這一就是在講搖滾樂 書名叫做利金顯英 主要是在講說以色傳奇搖滾樂手 附身在現代人身上再次創作音樂 因此你會看到 20世紀世界第一吉他手 吉米亨德里科斯 近代最著名的主唱 寇特科本 滾石樂隊的創始人 布蘭恩瓊斯等等 而表現手法非常厲害 你能想像被機關槍掃射的音樂嗎 以及被巴士衝撞的衝擊 金女翱翔在人海中的自由 作者利用高超的技法 具現畫出一首首音樂的個性 總結來說 非常好看 強烈推薦 而且好看到我認為根本無法動畫畫 畢竟傳奇音樂要怎麼再現出來 就是一大難題了 不過這漫畫的缺點就是 一開始看會有點尷尬 感覺作者還無法熟練的運用他的畫技 表現出腦海裡的甜馬星空 不過逐漸有在進步 直到最後重擊你的靈魂 是這輩子必看的漫畫之一